记者黄美朱坚石报道,新竹县竹58线起点的新月大桥今天赶在过年前通车了。 这座大桥从原来不到5公尺宽的单车道改建成双向可通的大桥, 让当地居民出入更便利、安全、喜欢深入坚持新月村北北拉曼巨木林区或造访云央古瀑布。 莫碧潭瀑布的巡游客也能有更好的路况可以通行。 新竹县政府表示,新月大桥全长约200公尺,原来的旧桥建于民国70年,桥面近宽只有4、8公尺。 汇车困难且不符合单车双向通行的路宽标准。 再加上当地每风台风季节溪水就会暴涨, 长期遭湍急河水冲刷下,大梁钢筋裸露锈时,桥顿的混凝土表面不落, 所以县府争取中央补助执行改建。 前年7月初开工,终于在今年1月中玩郡,今天办理同车。 县长邱静纯说,虽然预算有限,但是他对道路平时的养护很重视, 每年光源相就投入5000万元预算。 他画风一转也提近年新竹县原乡露营区开发所生的问题, 强调县府从稽查中发现很多都是外面平地人进入原乡所做的。 他说,内政部每天都严密远距监控这类国土案件, 只要发现有可疑的开发行为就会通知县府前往稽查, 所以他希望乡亲们提高警觉, 只要有好的计划就提出来, 县府一定会专案配合原乡的产业发展需求, 协助争取中央认同和之时, 但不要任意烂肯烂发, 破坏了国土也可能有刑则问题。 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新竹公务段段常言见中说, 行乐大桥中央虽补助部分经费, 但主要还是县长邱敬纯率领县府团队积极争取才有。 他说,这个大桥的竣公代表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很好的典范, 希望未来中央和地方可以继续合作, 一起加强原乡的建设。 今天的同车典礼上虽然坚持很多天主教或基督教友, 但现场仍依台湾民间习俗上相助导。 随后由县长邱敬纯, 坚持乡长云天堡, 新竹县议员范昆松, 林光荣, 赵一仙等一起搀扶着该乡乡带许清广95岁的妈妈许阿爱, 以及新叶村。 照周元璋87岁的老父亲朱景昌共同剪彩且走过新桥, 象征给这个刚通车的新月大桥无限祝福。